你現在收聽的是古泰義戰第312集 好那今天的古泰一樣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對於這個盤設的一些看法 那現在時間的是2022年5月19號的晚上8點半 那古泰因為這禮拜去打了疫苗 那現在還是蠻不舒服的 原本今天是沒有要錄影的 那可是昨天美股大跌嘛 所以古泰覺得還是錄一下 就是可能蠻多投資朋友 蠻多粉絲可能會擔心這個盤接下來的一些狀況 那古泰就想說就是來錄一下影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古泰目前自己的一個看法這樣子 那今天聲音不知道會不會太小聲 因為古泰今天沒有什麼立即講話 所以大家就可能太小聲的話 蠻多開大一點 蠻多開大一點 好那一樣在分享之前呢 歡迎請新朋友呢幫古泰在YouTube登錄之後呢 按下我喜歡 重點是Subscribe訂閱開啟全部通知小鈴鐺 古泰一戰本身不贏地 你跟我也沒有任何的對價關係 本影片內容僅供參考 此為古泰每天自己盤後關盤練習的Vlog 請問以此作為實單交易的依據 影片中的數據皆為公開的事實資訊 為既有技術分析之理論 且亦非為盤中即時資訊 此為提供歷史模擬練習用途 不具有任何投資決策建議 交易本身一定有賺有賠 投資前勤務必獨立思考神聖評估 並致富盈虧及交易風險 好我們先來復盤一下 先來復盤一下 EP311集 5月14號的時候 也就是上禮拜 上禮拜 上禮拜 上禮拜六 好上禮拜六 古泰有錄影 胸中待機 跳高化解之後 下週有機會開始醞釀反彈 好關鍵依然947 集集沖請小心 好慢慢來最好 好 那如果大家有仔細把它 看過聽過之後啦 其實這個盤 基本上還是一樣如古泰預期 我們來聽一下最後古泰的 這邊回放 那你剛才有關了 我們 我們 把這個速度 古泰自己錄完影 那個聽都會放到最 放到最快 好 我們直接帶大家 就是回放一下 回放一下 好 那反彈的幅度 Maybe會在16,200 可能會在16,200左右 16,200 Maybe讓你頂多到6,300 那你如果直接給我拉上去 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52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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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直接回到這邊 你就要小心了 我一定跟他提醒 OK 那基本上 古泰有大概預估一下 這禮拜的一個反彈幅度 大概在哪裡 那基本上 16,200 那頂多到16,300 那我們看一下 加權指數 有沒有 其實 大概啊 這禮拜 今天禮拜幾 今天禮拜四 所以兩根大概就結束了 有沒有發覺 這禮拜 其實 坦白說啊 你說昨天包爾講什麼 其實古泰我也不知道 可是從現行 我們其實可以合理的預估啦 上禮拜古泰就 禮拜 這是禮拜四嘛 4 3 2 1 古泰是禮拜日講 那 這一波的反彈幅度 古泰有大概跟你分享 大概是16,200 然後頂多 Maybe 頂多叫做到 就到16,300 大家去看一下 這一波的高點 最高點 禮拜三最高的高點 在16,316 16,316 所以 其實你說昨天這根大碟 呃 包爾出來講話 大家其實可以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 每一次 有重大消息要公佈 或者是每一次有 誰誰誰要出來講話的時候 大家可以合理的去想一下 你都可以去對比一下 那個 K線圖 凡是 你說這些大人物出來講話 或者是這些消息要公佈之前 會不會有人 也是按照線型 然後勒 找一個時間點 然後去說了什麼話 做了什麼事 公佈什麼樣的 東西 包括我們現在 台股 你會發覺 台股 如果公司派要做多 或是公司派要做空的時候 你也會發覺 其實 往往 有時候在 K線圖上面 他就那麼剛好在那個時間點 他就會公告 公告 我可能這一家公司 我有什麼利多 或者是幹嘛幹嘛之類的 那一樣 其實政治人物在講話的時候 你們回頭去看一下 回頭去看一下 會不會有類似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其實從上禮拜 古泰就跟大家講 基本上這禮拜 大家也不用太期待 頂多啦 古泰有跟大家講 大概就在16000上下附近上下做震盪 震盪是好事 在16000附近上下做震盪是好事 你不要急急衝 那這一波的反彈幅度 上禮拜 古泰也有跟大家講過 就16200 頂多讓你16300 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昨天 昨天拉高結算之後 今天隨即來個跳孔 而且大家去看 今天一樣 今年發生幾次倒撞反轉了 大家還記得嗎 今年發生幾次倒撞反轉了 這邊倒了一次喔 這邊已經倒了一次喔 這個缺孔沒有被封閉喔 這邊又再倒了一次 有沒有 這邊又再倒一次 所以呢 今年那個倒形反轉 就是大家看看就好 你們去看一下台積電幾次了 所以呢 這邊其實大家一樣 特別留意啊 古泰有跟大家講 今年的操作 麻煩大家要小心 麻煩大家要小心 多頭走久了 遇到空頭 我跟大家保證 基本上四面上膩 可能出入小白的 maybe還有機會可以矯正 你如果是近幾年 近一兩年 剛剛是小白進來的 很高 很恭喜你 基本上應該有機會在接下來的日子裡 接受到空頭的洗禮 那你如果是很資深的投資人 可能這十幾年 大家很多 大家可能會去統計說 可能會去統計說 欸可能近幾年 你才進來的投資人 或者是你已經 譬如說將近快十年的投資人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經歷過空頭的洗禮 那 基本上 其實 有時候 太根深蒂固的操作方式跟觀念 其實 在今年 甚至於接下來的空頭走勢裡面 大家 你要學著換位思考 好你要學著換位思考 那 不要當死多頭 也不要當死空頭 或許對你來講 會是一個比較 呃 遊刃有餘的一個操作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今天這一根下殺要不要撿 古代現在其實蠻不舒服的 其實蠻不舒服的 那 一樣啦 古代跟大家長話短說 好 跟大家長話短說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倒球 那 美股呢 其實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股在昨天殺這麼一根 現在 現在是時間是8點38分 現在是破敵的 好 那 我先跟大家講啦 這個 這個再下去其實不是很好 好 這個再下去其實不是很好 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先跟大家講啦 這個周K啊 我們看一下周K啊 周K目前是在 三萬 三萬一千點 其實一定到了 好 三萬一千點 其實到了 那 其實 極短線而言 美股這邊 確確實實還沒有看到一個比較 像樣的指點 好 還沒有看到一個比較像樣的指點 那 上一波 上一波的 頸線位置 我先跟大家講比較長線的啦 好 頸線位置大概是在這邊 這邊的高點是 哦 29143 哦 29143 哦 29143 那 這一 這一段時間的突破表態會是這一根 哦 這一根 也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哦 所以 基本上 今年 其實 道琼還沒 我個人覺得跌幅滿足還沒到 哦 跌幅滿足還沒到 所以 這邊其實 大家 還是要特別留意 呢 那我們切換成日線哦 日線現在夜盤是 跌315點 哦 夜盤現在是跌315點 那等一下看開盤的情況是怎樣 哦 那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 道琼哦 從古泰跟大家示警那一天 哦 我就一直跟大家講 提醒哦 這邊是高檔的吞噬 吞噬完之後 我有跟大家講啊 全球的加速破底表泰K 一線 哦 那破底表泰K一線呢 這邊我也 提醒大家 哦 這邊 你如果看不懂的就是等 哦 看不懂的就是等 哦 那 全世界喊利空出境的時候 哦 古泰 是叫你幹嘛 哦 我有叫你等 哦 不要高興的太早 啊 隔天呢 就這樣 哦 那原則上 我先跟大家講啊 這裡拉上來啊 每一次拉上來 都是反殺 反手套勞 基本上 未來這邊要再回去很難 哦 我跟大家講很難 哦 跟大家講 非常難 哦 那原則上 目前啊 全球股市都一路在走下行波啊 鮑爾昨天講什麼 其實古泰 還沒看新聞 我也不知道 哦 anyway 反正線行會講話 哦 線行會講話 哦 那這邊呢 其實下跌反彈之後 他昨天這一根啊 這個一黑啊 這個一黑已經把 裡面這兩根紅K給他包住了 哦 所以 哦 明天啊 因為台股 哦 明天全球股是要收周線 哦 原則上 周線都是破的 這不用看 哦 所以 我們再回過頭來 哦 再回過頭來看一下現貨 哦 再回過頭來看一下現貨 哦 道琼的現貨呢 目前是在這邊 哦 目前是在這邊 哦 那 期貨已經率先破底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斯達 哎 廢半 廢半呢 還是要強勢一點 哦 廢半還是要 可是 看一下今晚啊 這個 這個 如果他未來再把這個 今天 看一下這邊的低點是 634 哦 這邊有一個缺口 基本上廢半會來補 哦 廢半會來補 哦 這個缺口 下面這個缺口基本上會來補 哦 哦 目前大概都接近前面破線的一個位置哦 我們就看三大指數就好 其他股態就暫時先不看了哦 S&P500也是一樣 哦 S&P500也是一樣 哦 那 再看一下亞洲股市哦 日經今天是收了下影 哦 跟台股 一樣 哦 跟台股一樣 哦 那 韓股目前也是一樣 韓股今天是逆勢收紅 哦 可是他還是跳空式的收紅 哦 還是跳空式的收紅 哦 上陣 今天也是跳空 然後收紅 哦 然後恆生 今天也是一樣 哦 恆生也是一樣 好 那我們簡單的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A50的部分也是一樣 好 圈舊股市大概看到這邊其實差不多了 哦 看到這邊其實差不多 好 那我們先 來規劃一下哦 看一下台股 先來看一下台股 哦 那台股呢 古代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 基本上 這一根非常關鍵的重要位置 哦 這一根非常關鍵的重要位置 是 哦 古代重新整理一下 哦 基本上 呃 台股的部分 哦 台股的部分 基本上 947 啊 947的這一個 這一根 哦 這一根 這一根K棒947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防守價位 哦 防守價位 哦 哦 那 基本上啦 啊 這裡跌破之後反彈上來啊 古代在上禮拜 上禮拜六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這一週反彈幅度頂多 一萬六千二 讓你好一點 一萬六千三 大概就這樣 哦 那原則上 哦 大概就差不多啦 哦 那 你如果積極衝的話 來到一萬六千五六千七 哦 那 這個反彈行情 就大概就真的不見了 就結束了 哦 它一次反彈到位 通常一次反彈到位哦 基本上 迎接而來的就是 連續崩跌 哦 連續崩跌 所以 基本上 以目前跌到這個位階 其實大家還不用 太緊張啊 因為他 畢竟 哦 他不是直接拉V啊 這一波拉V我跟大家講了 因為時間 古代我跟大家講的時間還沒到 他如果在這禮拜拉V 哦 下個月 下個禮拜很有機會崩跌 哦 所以 基本上 今天 這一根 這一根回踩基本上還好啦 可是 目前還是空方 哦 還是空方式 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哦 那 古代先跟大家講 古代先跟大家講 我們先來看一下 把一些重要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昨天是18號的台子期結算 昨天是18號的台子期結算 幾個數字大家特別留意 哦 幾個數字大家特別留意 第一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 18號台子期結算 所以 昨天18號的換倉成本 在哪裡 1625918 這是加權指數 16259.18 這個麻煩大家記好 他可以用一整個月 他可以用一整個月 好 那 貴買指數也是一樣 啊 他的 法人換倉在197.43 197.43 這樣聽得懂嗎 哦 應該都會看了 這個古代就不講了 哦 那台子期呢 台子期的法人換倉呢 基本上 呃 大家 那個 要看 要看那個 因為 基本上 系統不能自動轉倉了 哦 所以基本上 台子期的部分 大家昨天你如果有截圖的話 等一下哦 我再看一下 台子期的換倉基本上 在1617 古代我記得我有做 16174 好 在16174 好 昨天好像是173吧 我記得好像是173 哦 對173 好 173 好 麻煩這幾個數字 6月份 6月份的法人換倉成本在這邊 哦 哦 6月份法人換倉在這邊哦 古代 就是 直接 化了啦 6月份法人換倉 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一條黃色虛線 這一條黃色虛線就是259 哦 259 哦 259 基本上就是幹嘛 6月份哦 6月份的法人換倉 貴買呢 在19743 好 19743 它是6月份的法人換倉 哦 哦 哦 在 台子旗的部分在哪裡 哦 16173啊 其實差一點啊 古代等一下修改一下 好 16173 哦 所以呢 基本上大家特別留意 哦 特別留意 哦 基本上 大概就這樣 好不好 這個是6月份的法人換倉成本 哦 這個是6月份的法人換倉成本 那 接下來特別留意一下 我們再來評估一下 哦 再來回顧一下 以此時此刻來講 的話 哦 以此時此刻來講的話 這一根 這一根的TM 大家還記得嗎 古代有跟大家講 947 這根的TM大概就947 哦 這一根的TM的947 好 那 目前 這個狀況而言 我先跟大家講啊 這個 大家也不用想太多 好 也 也就是 這一根下跌過後 哦 下跌過後 你要再打一次腳 anyway無所謂 反正這一波下跌 哦 這一波的下跌 這一波的下跌 大家去看一下 這一根 這一根其實是出量 這一根也是出量 好 那我們再看這一根哦 這一根 5月12號這一根的TM在哪裡 5月12號的這根TM在哪裡 734 好 再734 好 再734 好 好 那 那 我先跟大家講啊 基本上 這個盤 哦 基本上來到這邊 你說要接多嗎 我先跟大家講啊 目前都一路下 一路是下行坡 目前都是一路下行 哦 所以 今天 既然法人換艙已經出來了 哦 那 一樣 防守點 古泰還是那句老話 大家去看一下 今天的低點是 15892 哦 所以接下來大家注意兩件事情 注意兩件事情 今天這一根TM 今天這一根TM在哪裡 今天 今天這一根TM在16000 16007 好 今天這一根TM在這邊 好 那 勉勉強強 哦 勉勉強強 今天 他是收上16000 好 那 夜盤現在是跳水 我先跟大家講啊 今天 明天 今天是5月19號 明天520嘛 所以基本上新聞稿也是可以寫的啦 哦 新聞稿也是可以寫的哦 台股昨天 哦 收復萬六師圖 哈哈 哦 台股昨天收復萬六師圖啊 所以 基本上 新聞稿也可以發了啦 所以明天怎麼樣 就 隨他去了 隨他去了 那 一樣 大概 大概 古泰 目前 給兩個 大方向 給兩個大方向 一樣 那句老話947 然後 還有最新的法人換倉在哪裡 最新的法人換倉 在 我看一下 最新的法人換倉在 259 947到259 所以原則上大家就 記好兩個數字 947到259 原則上 只要947不破 好 原則上只要947這邊暫時不破的話 古泰的線跑去哪裡 好這邊 947大概在這邊 947 好 947 8 呵呵 這是在罵人是不是 947 好 9479 隨便啦 原則上 大家特別留意啊 特別留意 原則上 只要這一條線 947不破 大概只要947不破 947不破到這個range 947不破到這個range 基本上目前 古泰把它看成是一個區間整理 這樣聽得懂嗎 古泰把它看成 原則上 目前大概就是在這邊附近做震盪區間整理 好 那未來真的要完完全全 呃 比較有一個像樣的像樣的一個大坦的話 法人換艙成本要過 好 那否則大家一樣特別留意啊 大家應該知道啊 法人過 法人換艙過 通常上下都是1000點 這 基本上已經是慣例了 已經是慣例了 這邊是多少 259 947 這邊已經300點喔 所以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法人換艙 其實喔 滿尷尬的 因為 昨天一換艙 今天空頭瞬間拉開成本 我們現在合理的假設 他是做空 合理的假設他做空 所以大家再去思考一件事情喔 如果 如果 這邊減100點 他會到哪裡 你知道 16259 減掉1000點 會多少嗎 減掉1000喔 16259 減掉1000 你知道 是上一波的成本嗎 你叫16259減掉1000是甚麼事情嗎 16259減掉1000是多少嗎 有沒有發覺 16159 有沒有發覺這個數字有點邪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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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9減掉1000是不是剛好15159 15259啦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如果我減掉1000的話 這邊是剛好15259 欸 是有機會的喔 是有機會的喔 所以接下來其實大家 一樣啦 特別留意一下 那原則上 原則上 那目前暫時性的 目前暫時性的 其實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947 特別留意一下 你947如果能夠 撐住守住的話 你947如果能夠撐住守住的話 大概目前啦 接下來 暫時性的這邊 區間上下來回做一下震盪 然後區間上下來回做一下震盪 那947以下我先跟大家講 只要947以下 麻煩大家不要看得太多 不要看得太多 麻煩大家不要看得太多 你如果這邊 一路往下想要慢慢的解奪 幹嘛之類的 是 隨時有機會再破敵喔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畢竟這一隻腳 這一隻腳 往下打 再打一次 假跌破上來 其實947是扮演一個 非常關鍵重要的角色 那 947其實也離整數關卡萬六 都蠻接近的 所以這個這一道防線 勢必是多空必爭之地 勢必是多空必爭之地 所以麻煩大家 你會發覺這一波這幾天 K棒上上下下 其實都還是圍繞在947 所以基本上 一樣那句老話啦 目前大概就是上游法人換艙 下游947 這邊附近做一個區間增長 只要跌破947 暫時性的 不要看得太多 不要看得太多 大概就是這樣 那 大家再去看一下 加權指數 比較特別的是 加權指數比較特別的是 目前 加權指數的月線還沒到 可是呢 貴買已經率先到了 貴買已經連續兩天 今天拉了一個 是下影線佔上月線 拉了一個下影線佔上月線 那我們以 呃 貴買來講的話 大家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自己手中的股票 好像相對的強勢一點 大家去看一下月線 目前 目前 呃 貴買明天是扣 扣這邊 後天是扣這邊 所以在兩天的時間 基本上貴買就 月線就會有機會做一個翻養 有機會做一個翻養 所以 接下來的 貴買來講啊 其實相對的 呃 為什麼 你會發覺今天很多股票拉尾盤 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大概在撐個兩天啊 基本上 目前 呃 月線就有機會走平 甚至翻養 那對於多頭來講是加分的 對於多頭來講是這樣 可是目前來講 加權指數 呃 目前 還是相對弱勢一點 可是他還勉勉強強 有守住947這個防線 所以基本上整個大盤來講啊 古代 暫時性的 呃 暫時性的 給他定調 目前大概就 上游法人換艙 下游 這個947當一個 撐盤的一個要角 因為 如果這個盤要大崩的話 呃 櫃買基本上 也要跟著崩 才有機會全面下跌 好 才有機會全面下跌 所以 基本上目前 初步看 再兩天 齁 再兩天 除非明天 明天直接要被他灌破 明天月線直接灌破 齁明天月線直接灌破 不然 以基本上 櫃買再撐個兩天 齁 齁 櫃買再撐個兩天 接下來的 呃 月線就有機會走平 那如果櫃買走平之後 基本上壓力不會那麼大之後 如果能夠去帶動加權指數的話 他 有機會 有機會 947這邊撐完之後 可能 再守一下 再衝一下 齁 所以基本上今天這個行情 大家也不用 說 過度的緊張 齁 也不用說過度的緊張 那我們看一下 目前的一個大盤的月線 齁 大盤月線現在也扣到這邊 接下來兩天三天 欸 一 一天 兩天 三天 齁 大概三天的時間也大概扣到這邊 齁 也大概扣到這邊 所以 基本上 可是你極短線要直接直接漲回去 是有點困難 齁 是有點困難 所以 目前加權指數 我覺得 整理的時間要比較久 齁 所以目前 大家也不用太緊張了 再等兩天齁 原則上下週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齁下週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齁 那前提是貴買這邊要守住啦 齁 那我們看一下明天齁 齁 週手的位置在哪裡 0.7.4 齁 週手的位置在1.6.0.7.4 其實離今天的收盤價差一點點 所以 週手maybe還可以撐一下 齁 去拼一下 齁 那 貴買 貴買不用講了齁 週手是有守的 齁 週手是有守的 那我們看一下台子棋 台子棋的週手在0.5.0 其實台子棋 週手 有點拼啦齁 有點拼 齁 所以 欸不對 應該是看 齁沒錯 呃有點拼啦齁 所以 基本上 呃 呃 大家再等個兩天啊齁 等個兩天 齁 大家再等個兩天齁 因為今天貴買是相對強勢的 貴買是相對強勢的 可是明天特別留意一件事情齁 今天這個貴買 雖然收了一根下銀了 感覺很強沒有錯 可是他今天是沒有量的 今天是沒有量的 而且加權是帶一個跳空下跌 所以 原則上 齁原則上 齁原則上 明天的貴買最好 不要破TM 明天的貴買最好不要破TM 因為你這裡破TM 其實 古太有跟大家講啊 通常 通常 你要去判斷一根K棒的真或假 齁TM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齁你明天貴買破TM 其實 就蠻容易是假的 齁就蠻容易是假的 Coleman 齁 齁 那 你去買的 那你當然空手者 你現在手上獻祭滿手的 那當然OK啊 你要去搶反彈 我無所謂 可是你如果手上滿手套腦的股票 麻煩你反彈 站在調節性的賣方 不要手賤 不要手賤 好啦 大概就這樣了 那明天的周手位置 目前 只有貴買手 那可是大家特別留意喔 貴買今天的tm是19582 明天周手在19556 所以呢這邊會不會手還是個問題 你明天你不要給我破 破了就代表今天這一根下影線 很多股票拉尾盤是拉假的 好 那再給大家特別留 特別關注一件事情喔 大盤的樂手 現在已經 在幾個交易日 一 加五 六天 七天八天 在八個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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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就要去防守這個樂手的部分 所以喔 這邊其實你 從一個法人換倉角度 再從周手的角度 再從樂手的角度 其實接下來的 八天裡面 八天裡面 樂手的位置 也要特別的去 看一下 要特別去看一下 原則上 以目前這樣加加減減看一下 其實 看下禮拜 這禮拜可能會比較悶一點 這禮拜可能會比較悶一點 那明天過完禮拜五是扣這邊 後天是扣這邊 所以 櫃買 多頭如果要好一點的話 就守在這邊 你就是守在這邊 守在這邊 因為他櫃買接下來快速的往下扣 大概是連續 這邊禮拜五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原則上禮拜三會扣到最低點 所以 股票來講 確實有機會在這邊 形成一個支撐作用 那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這裡的櫃買其實有 它其實前面的景限在這邊 如果是阻力 要拉高出貨 或者是真拉台 不管是假拉還是真拉 我都會過 我都會過這邊 我都會過這邊 所以呢 基本上 這邊差臨門一角而已 所以大概 在兩天 大概在兩天的時間 打Mayby可以再等等 Mayby可以再等等 那 加權的部分也是一樣 目前 月限在這邊 所以接下來 123 4 也大概必須要四天的時間 才會扣到這個價位 所以 基本上 這禮拜的小鴨回 也不是壞事 也不是壞事 因為 目前在等 在等時間到 等時間到 所以基本上 只要 反正大家一樣 最近 最近一樣 古泰有跟大家講 目前大概就防守947到法人換倉這個位置 那 基本上 如果這邊初步防守成功的話 你的股票沒有破你的支撐 暫時性的 我們 Mayby可以等等 Mayby等等等等 那 因為 以目前這樣來看的話 以目前這樣來看的話 周守的位置大概是在這邊 明天 驚一下 Mayby就到了 那 貴買的部分 貴買的部分 目前是已經到了 所以反而明天 特別留意一下貴買會不會壓回來 又會不會壓回來 那 其實還是要看一下今天晚上的美股 美股今天不要太弱 因為昨天這一根其實前面這邊去搶反彈的會反走套 美股如果等一下夜盤 反正明天早上起來大家再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再來個千點 呵 基本上 會一路歇斯底里的喔 大家去看一下 古代複製這一段你就知道了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喔 目前 暫時性的 不要去 搶反彈啦 暫時性的 關鍵價位破了 你就不要去了 就不要搶反彈 好不好 古代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大家去看一下這一波 一根長A疊疊疊疊疊疊疊 喔 那 基本上大家要勝訪 接下來會不會複製同樣的走勢喔 喔 會不會複製同樣的走勢喔 這邊是 值得去 參考的 喔 值得去參考的 喔 像前面這一波也是一樣 喔 所以接下來 其實大家還是一樣 目前 目前 喔 還沒看到一個關鍵的 反正947沒有站回去之前 你都不要看太多啦 喔 不要看太多 喔 那 貴買目前 股票雖然是強勢一點 沒有錯 目前看起來 確實是稍微強勢一點 喔 可是你明天不要再破TN 你明天再破TN 其實 就算下禮拜往下扣 也 救不了 也救不了 所以 等一下 儘管看一下美股怎麼樣 看一下美股今天怎麼樣 那目前 大概就這邊 喔 大概就這樣 目前 沒什麼好講 那你說這邊要直直噴上去 基本上很難啦 喔很難啦 那 如果垂直拉B的話 那 沒意外6月崩跌 好不好 基本上 反正目前來到這個位階啊 基本上 只能以手代弓 然後 以盤代碟 不然其實 你這邊直直衝上去 基本上 後面都很容易 很容易 有失望性的賣壓 所以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好 那今天就大概講到這邊啦 那目前 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947 259 然後 貴買的話 貴買的話 19743 19743 原則上 法人換倉過 會比較保險一點 因為如果法人現在在做空 你現在跑去揭脫 只是早死而已 好不好 那基本上 台子騎也是一樣 台子騎也是一樣 173 大概在這個range 那原則上 大概300點的空間 其實大家 目前大概就在這邊區間做震盪 那股票的部分 在兩天會扣低 在兩天 也就是大概下禮拜 月線是有機會翻養的 可是 前提是明天不能再破 前提是明天不能再破 明天再破 其實什麼都不用講 那 周首 沒意外的話 明天 假設夜盤 今天假設 等一下如果有翻紅的話 基本上 周首應該是勉勉強強 勉勉強強 Maybe明天 撐一下 應該是有機會的 應該有機會 可是目前一樣 還是反彈 還是反彈四肢 這邊不要輕易的去 加碼抄底 不要輕易的去加碼抄底 而且你看 這個一根跳下來 這個 昨天去買的又全套了 昨天去買又全套了 我們看一下那個 一個 入錢的一個籌碼狀況 你看台積電 台積電 這個根本就是很厲害的 你看超完 超完這邊 然後勒 這一天就賣掉 連兩天是賣掉的 那我們看一下 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 目前外資投信 自營商 目前都是賣的 其實 你看喔 反彈 這一天 反彈這一天 也就是18號這一天 基本上就是站在賣方 其實這一波搶反彈的人 也蠻聰明的 蠻聰明的 那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今天借券 加權股市的借券 目前 今天是 有還一點 今天是有還一點 那目前一樣 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其實目前的外資 大家去看一下 它大概都下跌的時候補一點 上漲的時候空一點 那下跌的時候補一點 所以 目前大家還是一樣 特別留意一下 其實外資也沒有很看多 昨天聽說 那個外資 臺子期的 那個未平常口述 不是翻正嗎 全世界都跟你講要翻多了 基本上 其實 外資 看看就好 外資看看就好 那今天貴買 今天其實也是 外資其實是有還勸的 是有還勸的 所以 目前來講 我們大概在等個兩天 大概在等個兩天 情勢或許會比較明朗一點 情勢或許會比較明朗一點 那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市場戰情監控圖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市場戰情監控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市場戰情監控圖 那 這個是今天的對不對 這個是今天的 今天的可能大家沒感覺 如果大家昨天有看到這一張的話 這是昨天的 5月18號 5月18號 古泰有沒有跟你講 這一張 對於你做股票 或者是做期貨的人 非常重要 你說是因為 昨天大跌是因為 鮑爾講什麼鬼話什麼的 古泰不知道啦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沒在看新聞 古泰昨天 也是一樣就是一路睡 那 古泰有跟大家講 古泰不在你身邊 現在工具 古泰以前要做圖啦 現在也不用了 因為優芬系都幫古泰做完 這是昨天18號的圖 這是18號的圖 然後你們自己去看一下 我有沒有跟你們講 逢八 逢八必敵 幾乎啦 幾乎啦 你只要你手上 你只要看這個 看這個 大家去看一下 昨天喔 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 上市股票有92.6%的股票 全部佔上五日線 過不過了 非常過了 啊 貴買有91.6% 是佔上哪裡 是佔上哪裡 是佔上五日線的 過不過了 非常過了 非常過了 這張錶 我跟大家講啊 價值你好幾千萬 好幾億 啊 昨天台子期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夜盤 到今天 幾點 至少300點 400點 一口大台 你就知道 你知道你賺多少錢嗎 你知道你賺多少錢嗎 反正這一張錶 很好用啊 愛信不信隨便你 愛信不信隨便你 每次逢八 古泰有跟他講 你看到逢八這個數字的時候 要嘛 就立馬 要嘛就立刻反應 要嘛立馬跌 要嘛三天內 就會跌 要嘛三天內就會跌 愛信不信隨便你 愛信不信隨便你 這是五月十八號 五月十八號的K棒長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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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咧 我們看一下日盤 日盤的台子期 五月十八號的K棒長這樣 欸這有帥耶 這真的有帥氣耶 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 這個超帥你知道嗎 帥到炸 我們看六月 看六月比較準 對不對 對不對 昨天是不是在這 這一張 這一張 戰情監控圖 價值你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們 不用 我們 你看喔 好啦我們假設啦 好了 假設讓你收盤架去空 16198 今天最低點多少 16820 198 減掉多少 15820 378點 對不對 一口大台200 一口七萬五 對不對 一口就七萬五了 反正 古泰有跟大家講 古泰不在你身邊 古泰已經把很多 私密的東西 長期操盤 然後回測大數據 回測過 覺得 最有用最有價值的東西 古泰已經做在 優分析裡面 做在工具裡面 古泰不在你身邊 TOMD破手工 這個工具 絕對可以幫助你 趨吉避凶 他絕對可以幫助你 趨吉避凶 這是5月18號 這是今天 有沒有發覺 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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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今天喔 光這樣一天的時間而已 光這樣一天的時間而已 昨天是92.6% 今天變成60% 今天瞬間變成60% 也就是30% 30%的股票今天全跌 30%的股票今天全跌 所以呢 這一張表 不論你在做 股票 你可以判斷什麼時候過熱 那你又做期貨了 更要看 因為通常 古泰有跟大家講 胎子期 跟誰連動 跟加權指數連動 加權指數是誰的母體 不就是所有上市股票的母體嗎 這一張表 你愛看不看 隨便你 好 那 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的融資 增加百張 融券還有借券 這個基本上 呃 因為證交所大概是9點半才會公佈 所以呢 基本上 要抓到資料 又分析更新 大概也要10點了 所以這一張 如果大家要看這個的話 10點半後再來看 maybe會比較正確一點 ok 這個不是優分析更新速度慢 是因為證交所 它本來 就這麼晚才公佈 ok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那今天呢 反正接下來 其實今天沒什麼好講 今天其實沒什麼好講 然後全日盤給大家看一下 全日盤的部分 全日盤的部分 就在這邊 全日盤的部分 大概在這邊 ok 那今天其實 沒有什麼要跟大家講的 原則上 目前大概好 初步 初步 櫃買再給他等兩天 再等他兩天 櫃買再等他兩天 因為他目前 剛好離法人換倉也不遠 離法人換倉也不遠 那 加權指數呢 目前947沒有破 就暫時 表示主力還想守 所以目前 區間看947到法人換倉成本做整理 大概就是這樣 那 法人換倉已經 幹嘛 剛剛已經算了 基本上已經拉開300點了 所以 接下來就看一下 今天晚上或者是 下禮拜 下禮拜的美股 那原則上 週首大概ㄍ一下應該也有機會 可是 美股的週首我先跟大家提醒 美股的週首 沒意外不會守 好 沒意外不會守 所以 台股下禮拜啊 坦白講啦 我們如果從明天 從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美股去看這件事情的話 基本上 下禮拜的美股還是週破 那美股週破 台股週首 這又是一個 很弔詭的一個行情喔 所以 你說下禮拜要漲到哪裡去 這個也蠻難的啦 也蠻難的 所以 一樣啊反彈 股泰還是提醒你 站在調節性的賣方 你滿手套勞股票自己要處理 啊 啊 不處理就算了 你也 不要現在 跑去再加碼 不用 不用現在跑去再加碼 因為 越貪越貧 越貪越貧 好啦 今天就大概這樣好不好 那今天錄影的時間 就是 古泰講的蠻多廢話的 那 古泰現在 還好啦 就是 今天如果 比較小聲的話 大家麥克風就開大一點 好不好 麥克風都開大一點 好 那今天就暫時分享到這邊啦 祝大家接下來操作順利